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方的礼仪之中也有这么一条 所以说很多时候社交场合 大家东拉西扯 顾左右而言他 尽量探讨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 那么好了 无关紧要的话题叫做什么呢 这就是咱们今天要探讨的问题 叫做small talk small talk 这两个词不好读 为什么说呢 因为这两个词 大家请看这个talk 尽管它里边有一个l 但是它的音标叫做talk talk这样的 而这个small l后面有一个l small 千万注意这个地方有l 但是在这儿它是没有的 别说talk 这是错的 small talk 好 那么什么叫做small talk呢 what is small talk 那么好 像比如说 用英文的解释 polite conversation about unimportant things 就是说是比较礼貌的 探讨一些无关紧要的 unimportant things 在哪呢 that people make at social occasions 就是在社交场合上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叫做 寒暄式的闲聊 是吧 那么好了 接下来有两个问题 why is small talk important and how to make small talks 就是 那么small talk 重要性在哪呢 怎么又展开一个small talk呢 好 接下来咱们一起探讨一下 比如说 各位 你看像这个 show friendliness and interest 你跟一个人见面的时候 如果跟他聊 今天这个天气不错 阳光明媚的 打算开展些什么活动 这是表示什么 这代表你对这个人的存在感 是有感知的 你尊重他 所以说跟他故意去说几句话 是不是 这是一个 还有一点是什么 avoid silence in conversation 在社交谈话之中 避免这个沉默 所带来的尴尬 是吧 这样的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李毅老师讲过 说在电梯里边 这个大学里边的电梯里边 两个教授见面了 说今天 哎呀 东城区下雨了 另外一个怎么说 你最好问他 他说 这雨下的大不大 没淋着吧 关心他一下 你跟他来一句 西城区也下了 这时候就什么呀 虽然说都是small talk 但是呢 你转移了问题的核心 人家本来说我们那下雨了 是吧 结果你说我们那也下了 这时候别人反过来 还得问你 你们那大不大 你连着没有 是吧 这就剥夺了一个 率先发起谈话的人的 优先被关注权 哎 好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接下来还有两条关于small talk的一个基本的规则 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注意到 那么什么呢 一个叫做same social level 就是说一般来说是 在差不多这个社会地位的人身上 差不多在一个组织团体内的这个 the same social letter 这个差不多是一样的地位 势均力敌的两个人的身上 你比如说一个老师跟一个学生 这学生就说了 哎呀 今天这天儿挺冷的呀 老师说 对对对 是的是的 这不是这么回事 对不对 这是就脱离了same social level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short and simple 就随时能够结束 一个理想的short conversation 或者是small talk 他应该是随时都能结束 电梯里边聊天 一聊 哎呀 今天冬城区下雨了 没连着吧 没有没有 啪到地方了 你一出去 好的好的 保证再见 是不是 随时都能结束 这就是他的什么呀 关于small talk 四个特点 好 那么接下来 咱们举一个例子 什么叫做small talk 这就是一个small talk house life house life 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 你觉得人生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你怎么看待这个生活呀 不是这样的 house life 最近过得好吗 fine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么你还可以怎么说呢 稍微复杂一点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recently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recently 就最近啊 一段时间以来怎么样啊 现在完成时 对不对 现在完成时表示 从过去开始的状态 一直持续到现在 持续到哪 持续到recently 这也是的 然后呢 what's new with you what's new with you 有什么新鲜事吗 最近有什么经历吗 这也是一个发起 small talk 很好的一个句子 这三个句子 实质上呢 说的是一回事 然后回答呢 也照样可以很简短 怎么说 pretty good 非常好 so far so good 目前为止还挺好的 是吧 然后not much I've been busy at work 这个也是介绍自己的工作的状态 I'm going to a trip next month 我下个月呢 打算去开展一次旅行 这些都是呢 去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 很简短 同时呢 又能够提供出来一些 实际信息的这样一种说法 上面这两个呢 说的有点模糊了 是吧 有点太简短了 也显得对别人呢 不够那么的重视 好 那么接下来啊 那陌生人之间 你说要开成small talk 该怎么说呢 一个就是课从何出来啊 where are you from 这是一般可以问的 where are you from where do you come from 这样 但是你得注意一点 是什么呢 就是有些时候问这个问题 太过唐突的话 用特殊一言句 where are you from 你也得审时夺事 对吧 如果是刚交谈没几句呢 你直接就问人家这个 是不是涉及一个 有查户口之嫌啊 是不是 所以呢 问这个句子就不如什么样 来一个一般一言句 让人家去选择 来得更显得 这个问题更有亲和力一些 比如说 are you from around here are you from around here 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从这儿附近来的吗 意思就是是本地人吧 这样 那么还有一个呢 are you local are you local 是不是附近的吗 这些呢 可能比第一个呢 来得更合适一点 好了 那么这时候回答的话呢 那就看对方愿不愿意回答你了 他可以怎么说呀 I was born in America but I've been living in China for a while now 我怎么着 生于美国 但是我一直呢 是在中国住着的 住了有一段时间了 这是一种说法 然后还有一个呢 yes I was born here and I lived here all my life 就是我生于死 长于死 是这样说的 那么还有一个词呢 是经常在表示什么呢 生于一处 长于另一处的 这个词叫做什么呢 叫做originally originally 多音节词 千万别说成originally 这是错的 I'm originally from New York 我呢 最初是来自于纽约的 but I've lived in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这个洛杉矶 Since I was 18 years old 就是说 18岁以来 我就一直是 待在洛杉矶的 是这样 那么这个originally 怎么讲呢 就是原本的 原来的 英文的解释呢 就是to describe the situation that exists at the beginning of a particular period 就是说是最初 某一个时段 待在一个什么什么地方 形容事物本来的样子 所以说呢 叫做起初 比如说是这么一句话 The school was originally very small 这个学校本来挺小的 是吧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再教大家几个tips tips 什么tips 这是什么样 position view climate food 这四个都是平时在small talk之中 所经常开展的话题 比如说有这样的一句话 你开始提出问题 what's your hometown like 你的故乡是什么样的 大概说说position 说说这个view 风景 food climate 都可以 然后你可以怎么说 it's a small city in southeast of china it rains a lot 这个呢 就是说明一个是situation 或者是position 然后climate 这些都是可以的 是吧 那么再比如说 还有一些 这个small talk之中用到的一些topic 兴趣 这个天气 业余时间干什么 family and kids pests等等这些 这些都是一些无害的话题 是吧 在总比一开始就问 就像咱们上次谈到的那个话题 love and relationship 你问一个 are you single 单身吗 一年挣多少钱 不要这样去问 是吧 好的 那么今天的话题 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聊 那么如果大家想跟着我练习 刚才的我们的重点句的话 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口语练习群之中来 那么我们的入群方式 就是大家添加屏幕上的客服助教的微信 有个他来去引导你入群 好 今天咱们就先说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